每当提起战争,想必大家都会想到二战,据统计,二战中全球有60多个国家参战,20多亿人口被卷入战争,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的灾难,由此处于和平年代的我们,更应该珍惜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。 然而,随着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,未来会不会发生战争,或许只是时间问题,要知道一旦爆发战争,走在战场第一线的肯定是军人了,说到这儿有个人就提出疑问了,如果爆发战争,不需要你上前线打仗,但是需要你捐出3000元,会有多少人愿意呢? 要知道,随着军工技术的不断发展,现代化战争已经不是像二战时期的人口战争,五代机,精确制导炸弹的问世,再也不会出现40万人对峙的场面。 就拿美国来说,曾经参与过海湾战争,据统计在一个8月的时间的战争中,美国投入了搞到550亿美元,这其中包括了巡航导弹,野生战斗机,航空母舰以及核潜艇的大量武器装备。 然而海湾战争相对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来说,简直是九牛一毛。 据统计在伊拉克战争中,美国投入了8000亿美元,看到这个数字,想必大家都知道,现在化战争只拥有先进武器装备是不够的,还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。 其实,有人说,如果哪天发生战争,我愿意为祖国而战。 其实这位小伙伴的想法是非常好的,现代化武器装备相对而战时期的武器,有了发现腹地的变化。 当过兵的朋友都知道,现代化武器已经不需要靠一身力气来操作,都是按钮和图像。 其实,你走向战场,也只能是给前线增加负担,所以会所一旦爆发战争,是不需要你上战场的。 你可以捐点钱,为部队和国家提供强有力经济基础,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,百姓安居乐业,人均收入也有了巨大的提升,美好的家园不容侵犯。 团结的中国必然强盛,每当灾难来临之时,军人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身边。 由此,我国军民是相对来说比较团结的。 有关一旦爆发战争,需要捐三千块钱的问题,据统计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六的国人表示愿意捐钱。 那么,如果万一爆发战争,不需要你上战场,需要你捐三千块钱。 你愿意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